這麼多年 我在電視城都不知道通過多少萬頂 看過多少次日出 但是從來都沒有細心欣賞過 原來這裡的風景是這麼美的 但是可惜已經是最後一次 Ivy姐, 你走了? 看回我的盤子名單 原來我只得了一份工作 但是, 現在有人幫我完成這個節目 我也沒什麼好放不下 怎麼會呢? 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的 環遊世界, 用力去幫人 還有很多其他的理想 你就這樣走出去, 你捨得了? 你什麼?有沒有遇過東西? 我小時候試過 再漂亮的花, 種子都不一定會發芽 有些種子 注定這一輩子都不會開花結果 人總是會以為自己有很多機會 但是原來這樣, 已經錯過了很多時間 真是很可惜 但是除了這樣, 我還可以怎樣 這輩子做不成你老闆 但是在最後一刻 為什麼總算認識到你這個朋友 謝謝你, Ivy姐 再見… 再見 如果我告訴你 我從來都沒有來過這段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情境真的很難想像 我想給我賬, 我也未必會接受到 我一直都很害怕你這裏 但是我終於明白了 就算你多想, 多努力也好 這個世界不一定會回應你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完成他的夢想 但是在適當的時候, 雖然學會放下 背背了 沒什麼 2017年 11月23日 我死了 我死了 不是吧? 我和你去看金魚 其實香港乘的士是要付錢的 我不可以用別的方式 把賬試的錢給你 為什麼這次會失敗? 只要你吃了它 就可以增加你的靈力 你就會成為真正的羅沙